司马仕虽灭了曹魏,但曹操生前留下一侧,把司马懿的后代坑惨了,公元280年。 激进灭东吴,司马仕一统中国,至此位属吴三国正式退出历史的舞台。 而三国的三位奠基人中,恐怕最难以接受这个结果的会是曹操,所谓统一北方的枭雄,其实力也是最强的,可惜的是子孙不孝,胜利果实被司马家篡夺。 司马家虽然笑到了最后,但笑得也不好受,因为尽朝政权并没有维持多久。 这其中的缘有很多,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跟曹操有关,可能曹操也没有想到。 自己当年的一个举措,为之后的司马家挖了一个大坑,也算变相为曹家报仇了。 曹操在创业的前期,可以说是缺兵少将,不过为才是举,不问出身的用人策略,让他得到一大批人才相助,最后以若胜强消灭了当时北方的最大势力援绍,统一了北方。 曹操后来做了一个奇怪的梦,梦中有三匹马在吃草。 进来后,曹操怀疑曹家会被马家消灭,而当时西凉的马腾,马超父子势力最大。 这让曹操十分忌惮,于是出兵消灭了马家的势力,马超逃去了刘备处。 而马家在西凉等地非常受少数民族推崇,为了防止马超以后东山再起,曹操下令降地,将等族迁往山西,这样不仅切断了他们和马超的联系,也能起到监视作用。 不过到了曹操晚年,曹操就怀疑梦到的三马石草,指的是不是司马家。 不过当时司马家只有司马一人出世,并没有多大气候,曹操虽然安装防备司马懿,但是也会用他。 曹操当年还曾找司马懿解过这个梦,从那时候起,司马懿就格外注意自己言行,时刻表现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,这才让曹操放下一心,保住性命。 不过曹操在临终前,反复向曹丕嘱咐,让他小心防备司马懿,不能给他太大的权力。 可年纪轻轻的曹丕,硬是没能熬过司马懿这个老狐狸,提前下线了。 于是,司马懿凭借自己的超强,待机能力,在接连熬死曹操,曹批,曹日之后,最后卫国的实权还是落在了司马懿手中。 不过,司马懿虽然篡位建立晋朝,但天道好轮回,他们终究还试着了曹操的道,司马懿称帝后,相继灭亡蜀国,吴国,结束乱世,统一天下。 他自认为功绩不在三皇五帝之下,于是整天忙着寻欢作乐,荒奋的朝政。 最后甚至因为宫中的事件太多,而不知道每天该去哪里过夜,于是坐着洋车巡视宫中,洋亭在哪,自己就在哪过夜。 如此荒唐的行径,也导致自己死后不久,就爆发了晋朝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,巴王之乱。 当年被曹操内迁的各个民族,看到晋朝动乱,于是纷纷打着魏汉时尽忠的旗号,想趁乱抢些好处。 而经过巴王之乱后的晋朝,国力太弱,无力平息叛乱,匈奴军甚至攻入洛阳,俘虏了皇帝。 这就是灭亡西境的勇家之乱。 曹操当年的举措居然为曹家报了仇,可能曹操和司马懿都没能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结果吧。 历史的有屈之处就是这样,你无法想象当时的一个无心之举,后对后事产生什么难以预料的后果。 如果不是当年曹操为了充实人口,江湖人内迁,也许司马十八王之乱后,不至于导致西境灭亡。 这种结果虽然是晋朝腐朽,自作自受,但根本原因还是三国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。 如果晋五帝能够历经图治,发展民生,江湖人都牵出去,也就不会发生后世一系。 当年曹操作者,江湖人都牵出去,也就不会发生后世一系列。 这种结果是最后,最后一系列的结果是最后一系列的结果。